更改 資料庫的資料 所以你學完這個 你還延伸性可以去學網頁 動態網頁技術的東西 基本上是相通的 或者是說 手機智慧你手機的那些 連結資料庫也是類似的觀念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相通的 你學一個其實其他都通了 大概都是這樣的方法 OK那再來的話我們怎麼樣把這個語法 在Excel裡面 可以傳給SS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大概這樣 就是也跟各位就是如何新增 所以SS部分我們就大概就是到這邊第一個 先建立一個資料庫名稱叫問題 一個資料表 叫做問題 裡面有資料對不對 再來第三個是練習什麼的練習那個建立查詢設計 把它關閉之後的話 然後在這邊下一個SQL語法 利用雲端白板上面的印射印度語法練習看看新增一筆資料 那SS部分大概就是到這裡 那再來就是回到Excel 回到Excel我們怎麼樣可以在 我們的 啟動表單之後有沒有 假如說我今天 玩具 然後我買了10個 地區的話是C 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他幫我計算出來 並且增加這一筆 那如果我這一筆資料怎麼樣呢 我希望把這一筆資料 幫我寫到 資料一筆 所以這邊都按新增資料 我怎麼樣按新增資料之後的話 他就幫我把著哪一筆呢 把這一筆資料 總共 包含 編號 品名 單價 數量 跟總計 還有 地區 這個資料有6個 欄位的資料 幫我寫入到SSH 那這邊需要什麼樣的技術呢 按下去之後 第一個的話 也是一樣 我這個先關掉一下 我們 來到這個 VBA裡面 會有畫面 對不對 這個是我的 表單的畫面 打開來對不對 新增資料 所以第一個 我要先 打開這個按鈕 按下去 點兩下 裡面會跳出一個 Command C Click 的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的話 我要能夠寫 資料到那邊去該怎麼做呢 這邊的特別注意呢 我要先叫一個什麼呢 先叫一個 這個ADO元件來幫我 才能達成這件事情